世界女排联赛昨天在意大利的李米尼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 在张长宁 轮休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0比3不敌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 身穿身色球衣的中国队 在首发阵容上与上一场相比 做出了多处调整 主攻张长宁 轮休没有出战 复工和自由人也有制缓 队伍在临场指挥上也进行了调整 主教练郎平一直坐在椅子上 暂停时则由助理教练安家杰 给队员们布置战术 首局开局 中国队与土耳其队 在比分上保持胶着 不过进入局中阶段 土耳其的发球给中国队的一船带来冲击 没有一船的保证 中国队很难组织其有威胁的进攻 土耳其将分差拉开 并以25比15拿下首局 赛前这支土耳其女排五战全胜 二线队出战的中国女排在实力上 也只有着一定的差距 第二局 中国队的一船依然不稳 不过球队也提升了发球质量 给对手带来同样的麻烦 中国队一度22比20反超 然而 局末阶段 土耳其队展现了核心明星球员的作用 无论是一攻还是混战中的调整攻 土耳其二船都将球分给他们的核心 卡拉库尔特 这名接应得到全场最高的17分 帮助土耳其25比23拿下了关键的第二局 此后 中国队又以21比25交出第三局 从而以0比3不敌对手 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队首场小组赛的对手正是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对于以二线队出战的中国队来说 意义不仅在于练兵 为奥运会选拔最终名单 同时也可以考察对手 做到知己知彼 首先恭喜土耳其队队队上的胜利 然后在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困难准备 我觉得我们在篮房环节 做的不是很成功吧 尤其是对方的调整攻 去积累一些比赛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就是股大比赛 确实要比在训练当中 得到锻炼要多得多 所以我们DP吗 气偏 火 这个 感谢观看